在山上的一个石缝里,生活着一窝流浪狗,狗妈妈发现了这块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,带着她的孩子生活在这里,附近的人,可怜他们,经常会带一些食物给小奶狗吃,但是小奶狗非常害怕人类,只要发现有人在外面,就算前面有食物, 他们也不敢轻易走出石缝,他们担心受到伤害,直到人类走远了,他们才会走出洞口,来吃人类留下来的食物,小狗们很谨慎,一边吃一边观察周围的环境,一有风吹草动又会退回到石缝里去,长期的流浪生活养成了他们卑微的习惯,当附近没人的时候,狗妈妈会带着她的孩子出来玩耍,让他们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, 狗妈妈在努力教她的孩子一些生存技能,以后长大了就要靠自己独立生活了,一旦他们发现人类靠近,害怕的小狗立马缩回到洞里,惊恐地叫唤着,小小的年纪就知道向人类示威,告诉靠近的人,这一片是她的地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